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 全球正面临空污危害健康的问题 不少科技厂商投入研发空气清净机 包括红海LG小米等 结合了物联网智慧装置 提供不同设计 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这位是吸入孔 吸入孔经过40个螺旋之后 会将一些微幅粒子 吸附在我们刚才看到的钢管上面 这时候吐出来的空气 它就是清新的 源于一般空气清净机的传统滤网 红海旗下新创公司创新物联科技 与工研院专利技术合作 采用永久免耗材设计 加工业用的静电集成技术 运用在随身携带的规格 打造可吸式智慧物联网空气清净机 用的是夏普晶片 夏普的这个晶片 在透过我们交大的实验室的校准 它的精准的程度 相应度已经到了95% 所以也就是说 它是类似于像是在 我们在这个实验室等级的这个设备 鸿海集团积极部件失业体 十一瓶三网一物一云 及八大智慧生活 其中创新物联科技 为实现智慧车载 与捷径科技两大领域 鸿海收购的夏普 之前也发表后称 世界第一台会补文的空气清净机 全球面临空气污染问题 在台湾每年就夺走6000条人命 印度P2 2.5每年平均数值达153 北京则高达160 中国小米推出主打低分贝 高进化效能的空气清净机 南韩LG则以多功能为诉求 抢攻市场 这个是一个长远的道路 因为我们说我们面对到 这个环境的问题 就如我刚才说到说 我们针对下一代 我们在进行一些计划 这些计划是透过小型的 甚至大型的 甚至户外的拓展到全台湾 甚至全世界 各家厂商五步绞进脑汁 研发各类空气清净机 结合物联网智慧装置 提供人类清新空气 也成为另一个新市场商机 新唐人亚特电视 今天好李晶晶 台湾特报道